为保卫地球 NASA将耗资3.3亿美元 用一艘宇宙飞船撞击一颗小行星 各种科幻小说和电影里 利用飞船或巨型火箭 将威胁地球的小行星撞开 已经司空见惯 但这一招到底管不管用呢 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将在本月底 把一枚专用航天器送入太空 通过实际撞击小行星来进行实际验证 美国太空网站6日称 太空中存在至少2.5万颗 足以威胁地球的小行星 NASA行星防御办公室负责人 林德里·约翰森向记者表示 我们不想让地球处于时刻 可能被行星撞击的风险之中 因此我们必须开展相关的防撞击测试 据称 NASA对此实施的行星防御任务 被命名为双行星重新定向测试 整个项目的花费高达3.3亿美元 按计划 这个重约550公斤的特殊航天器 将于当地时间11月23日 搭乘CFX公司的猎鹰9火箭升空 并在明年9月底之前 在距离地球约1094万公里的太空 以2.4万公里的时速 撞上目标小行星 考虑到后者的直径约160米 立即这次撞击对它而言无关痛痒 最多只能改变飞行线路 但这正是科学家们所需要的 报道称 这次撞击对小行星另行轨迹的影响 以及后续反应 可以通过地球上的天文望远镜观测到 该航天器在撞击之前 还会释放带有摄像头的微型卫星 也可以记录下撞击的整个过程 经过这次测试 科学家们将了解撞击能否改变小行星轨迹 以及所需的准备时间等